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跑难 自从蔡徐坤上跑难 她与杨颖就组成公开CP 并有了两个超话 坤颖姐弟 莫森姐弟 在蔡徐坤粉丝强烈反对下 目前两个超话显示已关闭 为什么关闭超话 原来初事件超话的时候 杨颖方表示只克姐弟 蔡徐坤方就默认了 想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超话克的方向开始变位 尽管超话写得很明白 只克姐弟 在杨颖婚姻存续期 就有杨颖粉丝断章取义 暗戳戳撒糖 于是蔡徐坤粉丝开始反对这种行为 纷纷拆CP 由此引发杨颖粉丝的强烈反对 根据蔡徐坤方粉丝的说法 杨颖大粉带头克CP被拆穿后 开始不断诅咒辱骂蔡徐坤 有蔡粉认为这是一场阴谋 并称惹不起躲得起 甚至有的蔡粉为了摆脱杨颖 宁可去克白露 白露和蔡徐坤这个CP叫大白菜CP 因为蔡徐坤与白露的大部分粉丝 不赞成克CP 推崇独自美丽 所以超话人不多 根据蔡粉描述不让克CP后 杨颖粉丝恼羞惆成怒 开始对蔡徐坤进行各种言语攻击 目前蔡徐坤粉丝要求杨颖粉丝道歉 特别是AB杨颖安着了baby粉丝侮辱女性这个话题 就有了6000多的阅读量 蔡粉还扒出杨颖粉丝给杨颖不同时期合作的男艺人造谣男女关系 特别是那次杨颖闺蜜发与蔡徐坤游听照 有故意让事件发酵的意思 蔡粉希望杨颖及杨颖工作室告这些造谣的粉丝 杨颖粉丝也要求蔡徐坤粉丝道歉 现在杨颖与蔡徐坤还没有对双方粉丝互撕作出回应 炮男自从邓超陆寒出走 熟视进入平静 该节目已在调整 杨颖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蔡徐坤的到来与杨颖台前幕后的频繁互动 为节目增加了一些看点 杨颖也因此受益肥浅 巩固了自己在节目中的存在感 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新一期跑男录制时 蔡徐坤与杨颖突然停止交流 就是同框 蔡徐坤与旁边的嘉宾谈笑风生 也没有与杨颖打招呼 二人关系已渐渐疏怨 而与白露不知是不是节目效果 真的有点甜